钱不见了可以赚回 股票亏了可以赚回 但身份证不见了呢? 随时令你恨错难回 昨天我们报道过 陈先生和李先生两位市民 一个不见身份证 一个不见身份证副本 但就有着同一阴供灵魂 不停被拘捕 还要困入激留所 一常铁窗风味 一世人都是第一次进入激留所 就要我脱鞋进去 叫天不应,叫地不民 那种煎熬的感觉是很辛苦的 这位是李先生 他曲折离奇的遭遇 由今年七月某一天展开序幕 上年七月的时候跌了身份证 即是已经去了警署去报室 之后就想着没事会发生 之后就去到今年一月的时候 就开始不同的事情出现 他说先是被人盗用身份借财仔 报警后财务公司不用他还钱 以为一天光晒 谁知六月开始 翻差本木口供录了六、七次 当中三次还被人拘捕 警方就拍门说拘捕我 骗人那些案件 去到九月的时候 各个关系被人截停了 又被人拘捕去深水埗那边 最近又被人拘捕多次 就去了将军澳那边 不停被人拘捕 但所有被人拘捕的案件 都是同一个原因 到用了身份证 开了银行户口去骗人钱 那些钱进了户口 就入了我数 三次被人拘捕 都是涉嫌行骗 第一次被拘捕去尖沙咀警署 是怀疑你怎样骗人呢 那就是网上的情缘骗人 我也跟警方那边都说了 我之前不见身份证 只给了一些保湿纸去看 他说那也要做程序 但是就说要收电话 在警署里面 其实不可以联络任何人 交了很多个小时 九点到六点 九个小时 九个小时左右 不论我爸爸妈妈 一定是我老婆 都会担心 之后保释外出 打算清者自清没问题 谁知过关的时候又被拘捕 当刻他才知道 原来自己多了一个身份 通缉犯 因为被通缉 因为他说有另一宗案 又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但他说找不到我 那就会变成要通缉我了 在第一次被捕的时候 明明跟尖沙咀的阿sir 说了自己是被人盗用身份 警方有了资料 要找自己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为何要搞到出通缉令呢 他有他拗头 但警方有警方办公 就在罗湖那关的时候 就被他拘捕了 先去打鼓岭 打鼓岭呢 就搞一段时间 就通知深水埗那边 去接我过去 因为那案 是深水埗那边的案 去到深水埗那时 已经是十点几十一点的了 就是说负责的CRD不在 那就要等第二天 第二天晚上十点钟 那变了呢 我就被人再丢了到长沙滑那里 在那个居留所那边要留一晚 一直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他们又说 你知道你自己发生什么 做了些什么 就是警察那边说 但我真的不知道做了什么 事后他才知道 这次又是涉及网上情缘偏安 就是这样 李生经历了人生 黑骨铭心的第一次 真的一世人 都是第一次入肌肉所 就要我脱鞋进去 其实在肌肉所里面 就很感受到那种孤立无缓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还有躺在石凳上面 那里有冰 就是无论我铺多少个尖在底 或者吹多少个尖 其实都是会不舒服 警方那边又很 就是当外犯的 那些粗声粗气 捱过了一日两夜 李生才重见天日 不过隔了没多久 在11月又被人抓第三次 今次又涉嫌干犯什么的罪行呢 第三次就是投资片案 它涉及了25万 警方也是很质疑 我是否真的无辜 但我其实是这样强调 就是之前签冊网 所以已经放了我完结案 说这个银行网不是我开的了 其实你还有什么很质疑呢 其实你可以联络之前的负责同事 你可以知道发生什么事 你不需要再去拘捕 今次就去到将军澳警署 由于案情严重 要录影会面 幸好不用再入机楼所 就保释外出 不过内汇警署再接返人间 李生也说不升其返 因为这宗案会涉及到电话里面的骗案 所以它一定会扣起电话 但扣多久都不知道 又要迫着又要再买 不包括里面的钱 都会同一时间被扣起 当是证据扣起 好像冻结了几千元 这也不止 在调查期间 见到一件事 更加令他提心吊胆 将军澳警署给了一些证据 我看到 我被盗用身份证的银行户口交易记录 其实我见到 有二十几个三十个人 的人名入过钱 我就很担心 现在被人抓了三宗 还有二十几三十宗 是否等着要抓我 我又要去不同的警局再报导 这次将军澳会已经很远了 下次如果在长洲港 下次就不怎么办 你每次收 可能都要收我一次电话 我二十几部电话给你收 我要买二十几部新的电话 又要保释金 又要收其他东西 我当保释金一千元 我又要无论 又要预二万多元 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 我要付出出去 幸好在截告之前 李生接获警方通知 会终合所有有问题的银行户口 所有案件会一拼调查 总算令李生没那么担心 不过上一集 怀疑被骗徒盗用身份证副本 去运输署出了七个车牌 然后用车去作奸犯货 搞到频频被拘捕的陈生呢 他的问题仍未解决 有警员还这样说 他说你律政署那边 看你这么密 不停发生这些 都是这些刑事恐吓 雙人案件 这么短时间 随时有机会不相信你 不出奇的 他要你想停 长期活在被人拘捕的恐慌之下 陈生不禁问一句 现在道路监察系统这么密集式 是否找几辆车真的这么难呢 你们能够抄到他的牌子的话 那其实是否见到那个车 你就要拖走它 那他就没办法再使用了那辆车 但你们就继续抄牌 继续调查到那里 除了靠警方 运输署是否都没办法呢 专家说在严行制度之下 拿着事主的身份证副本和签名 就可以出牌或者过户的 都是代理人或者车行的代理人 所以要聚查的话 绝对有职可尘 新车行或者二手车的代理行 他就会有一些 叫做代理人身份的证明 他就可以拿车主的副本 帮他出牌 如果代理人拿了任何一个人的 我们的身份证的影印本 那些东西 就是运输署最后 都会有一个代理人身份才可以做到 那这个情况下 市主是否可以找到 代理人的资料呢 绝对 因为他可以去运输署查册 拿回代理人身份 是谁帮我去做呢 我们是一个普通市民 你要普通市民 或者普通的辅助 去做完两边的协调 甚至如何去注销呢 其实手组很繁复 我觉得 运输署如果知道 或者警方也知道 这个情况 是否运输署和警方 大家要做一个协调 我想运输署 便要交出这几个车的代理人身份 不论他车主要不要拿 其实他应该和警方 大家要协调这件事 从而让警方可以把这些车 全部拿回去扣留 到一段日子 自然会注销 对于辅助是会比较公平 翻查我们过往的报导 怀疑因为遗失身份证 而搞到一头烟的个案都不少 有事主被人导用将证借钱和找工 骗途是去了十间八间的财务公司 去尝试去借钱 最后是有两间借了给他 我就收到一封收信 就要求我去偿还一笔贷款 我是用网上报税的 但是我突然发觉是多了一宗 一样我没有工作过的税务收入 很离奇的 有人就由未婚少女变成已婚妇人 无端端带了个不知道什么的人 自己一事大意 不见到身份证 搞到什么东西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办 要杜绝这些荒谬的情况 除了要市民加配小心 还有什么办法呢 你们现在好像叫我看着我 用我的名字不停犯罪 有人用我的名字 而是我没能力去阻止 我不知道下一秒钟 或者下一日 会发生什么情况 如果政府的部门 认真地处理这些事情 为什么就不会发生到 牵涉到这么多事情出来